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VS韦杰 我在建筑业界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 曾经在各个建设公司与营造厂 担任绘图工程师的工作 也在巨匠电脑担任讲师 目前在知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工程规划处的副理 因为某一些原因 我不便公开我的身份 我们这一门课叫做AutoCAD绝对高手 Epress Tools指令操作技巧 Epress其实是AutoCAD唯一承认的那个外挂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你如果说已经有先冠英文版的话 可以在这边找到 Epress About Epress Tools 它上面有一些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说往下滑的话 这边也有Epress Tools的参考 你可以看一下它上一些指令 参考一下 我先回来上一步 然后我再随便找一个参考一下 这样 好那我就先关掉 课程中我会带各位把Epress给中文化 一些相关的指令 我们马上先来看一下哦 好例如说这一个 用外框物件框柱文字 那我就下这个指令以后 我点它 Enter Enter 好 圆西 再Enter 这一个文字外面就会加一个圆形 再来 我们这边楼梯的踏阶数 如果说你这边都是同一个数值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整个重新再做一个自动编号 好 自动编号 悬起来 Enter 用X排列 增量都是1 然后覆盖 它就会从1排到9 就像这样子 我也可以带你做一个弧形对齐文字 还有增强偏移 偏移距离5 好如果说我要选它的话我可以Shift的压住点它往外点点点点点点 这是平常一般的那个offset办不到的事情 再来 截断线 回合来 截断线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可以帮助你直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截断 然后马上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做一个快捷指定的对话框编辑 我也会带你在这边做线形 如何做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些制定的线形这样 还有 我们到配置来 这几个物件都是四部 都是四部 好我现在点到四部框给你看一下 它里面都是浮动模型空间这样 这样 我等一下想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下一个指令 希望说把这四个四部 全部把它拼接起来 然后就像长这个样子 好那我下这个指令 同步调整四部 先选这个主四部再选其他的 Enter一下 它整个就会拼接成像这个样子 有没有 可是它其实还是一块一块的四部 这个对于我们调整这个配置的四部 非常的方便 这门课的教学重点 学习将Epress Toots中文化 学习并活用60多个Epress Toots的指令 有图块、文字、配置、绘制、修改、选取等等工具 上完课 你将学会将Epress Toots中文化 不必再面对看不懂的英文指令 不过少部分的指令 不过少部分的指令无法中文化 还是只能以英文显示哦 你可以活用Epress的图块、文字、修改等相关增强指令 你可以活用Epress的配置指令 让您使用配置更加的方便 可以轻松新增快捷指令 轻松制作线形与造型 上课前 您应该具备 AroCade 2D的基本操作能力